目前司法院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 除了尚未针对台湾族群多元性 做出特别的设计外 国民法官的领选也在随机抽签方式 不一定会抽到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族人 未来若遇到族人涉及的案件 文化背景差异或刻板印象 会不会影响判决的公正性 仍是族人关切的议题 如果是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很特殊 还是毕竟有一些不同的族群的人 然后由不同族群的人来去判决那些 不同族群的一些势力的话 会有欠供应 所以我们希望说政府在做这个草案的时候 要好好的涵盖 我们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想法 跟他们思维 南投地方法院10号所办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模拟庭 领选的6位一般民众作为国民法官 以及2位被位国民法官 虽然有族人参加领选 但最后都没中签 无法担任国民法官 也因此引发族人疑虑 将来制度正式上路后 审理原住民族人的案件 能否达到实行这项制度的美意 南投地院庭长表示 未来事发体系会持续强化这部分的需求 初期我们必须把这个基本的制度 先做起来 好 这是指这个大框架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巩固了之后 对于这个族群的照顾的部分 我相信它一定会慢慢变成 下一个要关注的议题 现在是关注所有的那个全体适用 再来一定会往下做关注 国民参与审判制度 除了希望让审判更透明 也就来自不同社会阶层背景 以及拥有不同生活经历的国民 在法院形成判决过程中 提供宝贵的生活经验 及不同的价值观 让司法审理过程更去正义公平 不过原住民族人数少 中签几率更少 未来是否能针对个案 有保障民有的设计制度 这也是族人对司法改革的期待 原事新闻No 南投市 超凡报导